嗨,大家好,我是达林 我是琳娜 嗨,大家好,我是小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动物们都没有和人一样这么大块的白色眼白 不信你看 发现了没有,它们通通没有大块的白色眼白 眼白也叫拱膜 是眼球表面包裹着一层不透明的纤维状保护层 它主要是由胶原和弹性纤维构成的 实际上除了人类以外 一些动物拱膜的不可见部分也是白色的 比如狗狗、大象、马 只有当它们用力转眼睛的时候 你才能看见这部分白色的拱膜 但是除人类以外 所有动物拱膜的可见部分的颜色 都比较接近红膜或者皮毛的颜色 所以它们的眼睛正面看起来 就是差不多一样颜色的 不近看你根本看不出来 它们的眼球是不是在转走的 除了拱膜全白以外 只有人类的拱膜在眼睛比例这么大 而且眼睛的轮廓清晰可见 这样人眼转动变得非常醒目 那这些都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在理解这个问题以前 家里有猫性人可以先做一个小游戏 首先你把一袋小鱼竿 放到房间的某一个角落藏起来 如果你给猫主人一个眼神 或者眼睛朝小鱼竿的方向看一下 那么你家的猫主人 是看不懂你是什么意思的 但是如果你把头转向这个地方的话 猫就会把头转过去 然后呢 它就会看到你给它准备的食物了 这个游戏你会发现 猫性人根本不会看眼神 它们只对你的头部动作有反应 但却不知道你的眼睛瞎转 是什么意思 猫性人不但看不懂人的眼神 也看不懂别的猫的眼色 因为大家的眼睛基本上看不出眼白 因此呢 就算转动眼睛 别人也看不清楚 不要觉得你家的猫主子高冷 其实除了人类以外 灵长目动物也不会看眼神 黑猩猩的拱膜和红膜 颜色相似 都是纵黑色的 你看黑猩猩的眼睛 也是一片纵黑色的 所以它们平常也不知道 还有眼白这个东西 自然呢 也不知道翻白眼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起来 为什么只有人类的眼白这么大块呢 这是因为会看眼色对人类有好处 有了眼白呢 你才能看见别人的视线 才能看到别人从眼睛流露出的情绪和小心思 才能看懂别人想要干什么 比如当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时候 你就会直够够的盯着看 直到看到对方脸红位置 如果你对什么不感兴趣 那就会眼睛到处扫来扫去 看起来漫不经心 所以眼睛对人类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感官 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沟通工具 有人要问了 既然眼白能够促进交流 为什么动物不能发展出这样的眼白呢 这是因为动物的拱膜 主要是用来隐藏视线用的 动物们如果看到同伴发现食物后 傻傻盯着看着眼神 说不定就会抢现一波把食物抢走 而且如果动物发现你盯着它看 它就会认为你在挑衅 直勾勾的眼神在动物界里 可是非常不友好的表示 在动物的世界里也讲究以何为贵 这种情况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还是不要让自己的眼神 被别人发现比较好 因此动物们的拱膜可见部分 颜色就会变得和红膜 或者周边的皮肤相似 那么人类难道不怕自己的眼神 出卖自己的小秘密吗 人类当然怕 如果你看到对方的视线 那么就更容易猜测它接下来要怎么做 连人类的小婴儿都会通过眼神 判断一个人的视线 职业扑克牌选手就经常戴着墨镜 因为他们害怕对手从自己的眼神里 读出自己手中扑克牌的秘密 但是当眼睛成为了心灵的窗口的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眼神判断 你的小伙伴是不是值得吸引 有了眼睛作为鉴定可靠程度的工具 交流共通合作共用就变得更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生物学家认为 眼白对于人类沟通和合作的重要性 远远超出了眼神暴露带来的弊端 换句话说 在进化的过程中 只有人类成功的利用了眼白带来的好处 而其他动物却在努力的掩饰自己的视线 这就是著名的视觉合作假说 看看你家汪的小眼神 你别说这个假设还挺有道理的 因为一些和人类长期住在一起的汪性人 就学会了看人类眼色的能力 他们的眼睛甚至能露出一部分白色的工具 让人类可以看出来他的小心思 所以电视里大多数的怪弹 都是戴着魔镜 好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巴 又睡着了吗 又睡着了 喜欢我们的内容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